吃他丁类降脂药会不会伤肾 今天咱们用一个视频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 把这个话题说一说 现在吃他丁的人越来越多 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血脂高 另外一个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多 总而言之呢 吃他丁类降脂药有助于降低血脂 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 对于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呢 可以从这个角度抑制这种黄肠肠周药八块的进展 所以说现在吃他丁的人多 但是呢 日常生活中老百姓提到吃他丁呢 常说吃他丁伤肝肾 你要说伤肝呢 还多少有点道理 因为吃他丁呢 大家注意要复查肝功能嘛 如果有转氨酶的身高呢 尤其是转氨酶身高到三倍以上 有可能需要找到专业医生进行药物调整 但是呢 大家注意啊 这些个不良反应或副作用是大多数是可逆的 就是你调整药物之后呢 这个不良反应就消失了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说这个伤肾这个事啊 其实要说到吃他丁伤肾真是不太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现在国内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实验和研究 医学实验研究呢 都看到 就是吃他丁实质上对于肾脏没有什么损伤 整体来说呢 还能降低那些 尤其是轻中度肾脏病 病人的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几率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这个基调 比如说咱们国际上有一个知名的大型一些研究 叫做朱比特研究 这个研究当中呢 就看到对于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 如果有适应症 口服他丁类降脂药还能减少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 而且呢 其对肾脏的危害和这个安慰剂对比没有什么区别 说白了是安全的 同时呢 还有很多大型临床辉萃分析 分析了很多的医学研究 最终 就是说吃他丁呢 并不增加肾脏损伤 不增加出现这个蛋白尿的这种风险 即使有轻度的蛋白尿呢 也不能上升到说肾损伤的这个角度去说 以至于呢 咱们现在国内外的各种这种 血脂指南 胆固醇指南 包括中国的 美国的欧洲的 其实都不把这个他丁带来肾损伤 作为一个常规的 这个副作用和不良反应提及 主要常规的呢 还是这个肝功能要注意 要注意基酸基酶 就是肌肉损伤 以及呢 甚至有的人要注意血糖 但是呢 公论的说 其实发病率都比较低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些个 人指南上指出来的这些不良反应副作用 发病率不高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与其吃他丁带来的获益来说 这点风险就显得太小了 同时呢 大家如果说日常注意监测 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不良反应 也可以找到专业的医生 进行专业的药物调整 这样的话呢 很多不良反应也能消失 希望大家呢 能够正确认识这件事 吃他丁上伤肾 这个提法 其实呢 不怎么靠谱 好了 今天张大夫给大家说到这儿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 可以转发给身边有类似问题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志英大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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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